继续要来看到海军舰队指挥部的海湖潜舰 在去年12月执行任务期间 因为瞬间涌浪过大 造成6名官兵不慎落海 其中3人被救起 另外3人仍然下落不明 纵赖清德今天上午前往高雄海军官校 出席联合追思典礼 并颁发包养令 我要向现场的家属 表达最深的哀悼和慰问 今天会场的追思墙上 有许多同袍的留言 我相信海军舰队的弟兄姐妹 会继续秉持3位司官长 无私英勇的精神 努力守护海江 捍卫国家 我要感谢所有国军弟兄姐妹 为国家安全的付出 我也要告诉郡隆 陈凡 曹玉 三位司官长 你们的任务 结束 国家感谢你们 我们也永远 以你的表现为人 赖清德颁发包养令 分别由三位司官长的家属 代表接受 随后在司宜的引领煞 零钱献花行三局公里之一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静好新闻 结束 不管是临 优费